整部片我基本上 當啞巴居多 進入到歌曲的詮釋的時候 我就是閉上眼睛 讓自己安靜下來去回憶 當時我在拍攝的過程時候 感受到了溫柔和哀傷 用比較往歷途的方式去詮釋 這樣是因為我已經先演過這個 就是整個拍攝的過程已經採錄了 所以在進入到歌曲的詮釋的時候 我就是閉上眼睛 讓自己安靜下來去回憶 當時我在拍攝的過程 所感受到的溫柔和哀傷 然後用那樣子的一個心情 用比較往歷途的方式去詮釋這首歌 這部電影我想它是一波一五三則 因為並不是一件 要拍成這部電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看了之後可以讚美 當然也要罵我 對 看不懂也要罵我 因為我覺得有罵才會進步 整部片我基本上當啞巴居多 但是如果要講話的話 基本上就是講一些很重要的幾個字 廣東話 對 因為現在的廣東話 跟之前的廣東話又不一樣 所以我很謝謝導演 給我這次的挑戰